大家好,我是Another Watch Magazine的Lewis 今天帶了一款換味都挺重的手錶給大家看 是Hamilton的Face to Face第三代 其實Hamilton這個牌子,我們一班叫做標佬 都非常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性價比很高,價錢不貴之餘 其實很多設計都非常漂亮 我自己就尤其喜歡它們的Pilot款式 今次介紹的Face to Face第一代其實已經是2013年的時候推出 當時的設計非常破格 因為它用了一個可以旋轉的錶殼去設計這隻手錶 它可以換錶面,所以叫做Face to Face 第一代的時候是一個橫向的橢圓形錶殼 右手邊是Chronograph功能,叫做標 左手邊是一個比較細的機身,你就能看到機身底 翻轉另一面你就會看到右手邊變成那隻計時錶的機身 左手邊就變成一隻普通三針錶的一個錶面 這個設計非常有趣 然後去到第二代就是2016年推出的 當時仍然是一個橫圓鏈的錶殼 中間是一個計時功能的手錶 然後翻轉就會看到機身 機身可以面向前面之餘 其實機身旁邊有一個Tekinita在這裡 去到第三代了,2023年 這隻錶就由一個橫圓形的錶殼 變成一個44mm直徑的一個圓形的錶殼 看上去,這隻錶不會那麼多 厚度,大家不用考慮了 一定是相對會比較厚的 那我又覺得,貪得意玩這隻錶 17mm,多一點的厚度 其實上手不算很嚴重的 如果大家是喜歡這隻錶 其實都會預料到有這樣的厚度 同樣地好像第二代一樣 前面就是一個Chronograph功能 你會看到3點鐘有星期日曆的顯示 6點鐘是12小時的累計 9點鐘是小秒針 而12點位置就是一個30分鐘的計時累計 那當然中置計時秒針 領轉錶面去到錶底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支中置的計時秒針 調轉走的 調轉走之餘,其實它在邊邊的圈圈外圍 就會有測速計和脈搏計的刻度 有沒有這樣的實際功能呢? 其實坦白說你不會拿這隻錶來做pulsor graph 你不會拿這隻錶來測車速 但是也算是有些功能在這裡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 不要管它有什麼實際功能 因為你戴錶現在都不是很講實際功能 只要你覺得它是個癮 你喜歡的錶面可以轉來轉去 那就買吧 價錢24,500元 第一代那時限量88隻 第二代就已經去到1,999隻 來到第三代呢 其實它就限量999隻 香港會不會多呢?我相信都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其實不妨考慮一下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 尤其是第三代用了圓殼呢 看上去的錶真的小了很多 上手不會覺得很誇張的 好了,看完這隻Face to Face第三代了 不知道大家又喜歡不喜歡呢 如果你覺得它厚 或者你覺得它不好 你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 麻煩你like,share和comment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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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嗎